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的天气报告 我们今天的天气仍然相当之冷 直至今早8点为止 天文台录得的最低气温只有7.3度 比起昨天的7.5度是再冷一点 亦是我们入冬以来的最低纪录 更加是自1996年2月份的最低气温 其他地区的气温 好像在打鼓嶺今早只有4度 其余的地区都是5至6度左右 在这里提醒大家 寒冷天气警告仍然是继续生效的 寒冷天气警告其实都生效了好几天 而我们预计未来的两三天 天气情况仍然是继续寒冷的 小朋友和长者要多多留意 小心保重身体 无论出街或者在家里好 穿多件厚一点的衣服保暖 或者是多吃点东西 或者是喝杯热的东西 我感觉会舒服一点 说回天气情况 我们预计今天仍然会是又湿又冷 将会是多云有几阵雨 早上的时候天气是严寒 今天日间最高的气温只有10度 而风势方面便会吹和缓的东北风 未来几天我们预计 寒冷的天气仍然都会持续 在天气图那里看到 到星期四的时候 华南地区的气压等压线 会进一步变得紧密 代表着有股季后风的补充 会抵达我们元朗的地区 这股季后风会持续影响我们好几天 直至到到星期日的时候 才开始缓和 换句话说 寒冷的天气仍然都会继续持续几天 到星期五、星期六 我们继续都会是天气寒冷 到星期日的时候 季后风缓和 气温亦都会上升 未来几天的详细天气预测 也看到了 这个星期余下的时间 基本上都是天气寒冷 以及多云 到星期日 跑马拉松那天 气温便会上升 我预计那天气温会是 15至18度 接着的星期一、星期二 最高气温会显著上升 回到20至22度 好了 这次的天气报告就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